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弟兄姊妹们平安 刚刚在奉献的时候 不晓得大家听了这首诗歌 You Raise Me Up 心里有何感动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就非常的被这个曲调的悠美 还有她的歌词内容所触动 有机会再去多了解 看了她原来的英文的所写的歌词 很难让人不认为说 写这歌词的人本身是向着主在诉说的 这样的歌词内容 那这已经流传了十五六年的诗歌了 在流行乐里面是非常流行的一首诗歌 也有好多种不同的版本 但是每当听这首诗歌 都带给里面一个很深的 一个安慰 一个鼓励 就如同一开始说到 当我沮丧 心里软弱忧愁 困难环绕 重担压尖头 这是我们常会去面对的 每个人的境遇不一样 但是总有遇到我们里面很愁苦 心里很沮丧的时候 这时候歌词说 我安静默默地祷告等候 直到你来 安静地坐在我身旁 接着因着这一位坐在身旁的安慰者 让他能够重新地得力 甚至因着被扶持 被提升 能够超越艰难的山林 踏破狂风巨浪 能够刚强 是因为有这一位更有人力的 在我们的旁边成为我们的帮助 而且他使我们生命更新 又有力量 我们一生当中 难免有时候会面对沮丧 忧愁 孤单 难过 绝望 受伤 这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常常会面对 无论是在家庭里面 在职场 甚至在教会 在服侍 在信仰生活当中 都会面对到 我们都是需要被安慰 被鼓励的 这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 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看 我们的安慰从何来 从哪里可以得到安慰 而当我们看见周遭 有人需要安慰的时候 我们又如何能够一个正确的 安慰的态度或方式来表达 让他真的被安慰到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 我们一起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学习的 从这礼拜我们也进入到更多后书 这礼拜也是家庭的主日 盼望我们透过今天的话语的分享 让我们的家里面也充满了安慰 当然也包括在职场 在教会里面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吗 一起用公居的心来攻读 更多后书一章三节到七节 愿圣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 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呢 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我们再次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 为我们设立这美好的日子 让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祢殿中 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祢 来亲近祢 祢应许我们 当我们亲近祢的时候 祢就亲近我们 使得主我们何等的喜悦 能够与祢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在敬拜中相遇 我们也深信祢过去说话 今天仍然说话 我们愿意存着谦卑的心 来领受祢的话语 愿祢借着真理的圣灵保惠师 运行在我们当中 开通我们众人的耳朵 都能够听得见 祢向我们心所启示的 每一个真理亮光 求祢也开启我们的眼睛 在祢的话语里面 得着今天祢要赐给我们的启示 恩高祢的仆人所传讲的 对弟兄姊妹 对你仆人自己 都带来生命的祝福 造就跟更新 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坐 刚刚我们所读的这几节经文里面 不断的重复 看见安慰 安慰 安慰 首先 让我们看见 一切的安慰都是从神而来 神是安慰的源头 史物保罗 他在圣年感动底下 他写了这封书信 给哥林多的弟兄姊妹 他这里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 赐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祂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们生命当中都会碰到一些 苦难 患难 逆境 这里说到 神是安慰的神 神是安慰的神 祂要安慰我们 这些在苦难中的人 祂是怎么一位神呢 这里保罗说 祂是发慈悲的父 慈悲原来意思就是说 当看见有人在苦难 患难的时候 心中就生出了同情 生出了怜悯 里面有这样一个怜悯的心 带出了安慰的行动 我们的神 我们的父神 是一位满有慈悲怜悯的神 大卫在诗篇103篇第8节那里 透过当初摩西与神面对面的时候 神所宣告的 祂是怎么样一位神 在诗篇103篇第8节 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是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祂虽然创造宇宙万物 祂高高地在上 但是祂怜悯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 因为知道我们在人的一生当中 也面对许多忧愁 许多挂虑 许多痛苦 许多伤害 许多灰心 许多沮丧 祂愿意靠近我们 带着一个怜悯的心 而且大卫继续地描述说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一个疼爱儿女的父亲 看见自己的孩子 在软弱 在痛苦中 不会故意不理他 反倒是就近他 怜悯他 大卫说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神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在另外一处 以赛尔书 神透过先知 对神的百姓说 母亲怎样安慰儿子 我就照样安慰你们 神用我们在家庭里面 父亲母亲的角色 让我们更具体地 能够去体会 神透过父亲母亲 连续他的儿女 安慰他的儿女 来表达这位神 他就是这么一位神 甚至超过我们肉身的父亲母亲 因为我们父亲母亲 还是很有限 神是乐意安慰我们的神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他更具象地向世人宣告 神是怎样一位神 他透过让子回家的 这个比喻故事 来告诉我们 这位慈爱的父亲 就像天上的父亲一样 这位让子耗尽了 从爸爸那边所要来的财产 成为一个连猪都不如的一个乞丐 他想到家里何等的丰盛 而我竟然在外面流浪 竟然在外面跟猪抢着东西吃 他要回家 他知道他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他的父亲 让他父亲难过 他要回到家里面 在家里当一个故宫 也远比在外面当个乞丐来得好 他已经想好了 他回到家 无论父亲怎么样责备他 甚至责打他 他都要待下去 他要对他的父亲说 我得罪了你 我不配称为你的孩子 把我当成你的故宫吧 当他立定心志 他带着一颗忏悔的心 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回家 要靠近家的时候 竟然远远看见 他的父亲就在那边 原来这个老爸 这个慈爱父亲 天天包含着他的孩子回家 耶稣描述这个父亲 当他远远地看见他的孩子 虽然那孩子 不像离开家的时候 穿着这样光鲜亮丽 而且是反而 也许头发长长的 胡须流长长的 身体 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 但是爸爸一看就知道 这是我朝思暮想的孩子 他回来了 耶稣描述这个父亲 是动了慈心 动了慈心 就是一个怜悯的心从他里面发动 然后他就快速地跑过去 他不是等着孩子一步一步靠近 然后准备要好好的责备他 甚至责打他 他就主动地跑过去 然后拥抱他的孩子 这个爸爸 拥抱这个全身污秽肮脏臭的孩子 在他的慈悲怜悯的心里面 已经远远超越 这个浪子身上所发出来的臭味 这孩子说我得罪了你 我不配称为你儿子 这老爸不让他继续讲下去 如果今天在可以想象 这个父亲可能多加了一些话语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没问题 然后紧接着就叫仆人赶快 把最好的衣服来给他换上 给他戴上戒指 给他鞋子穿 让他恢复儿子的那个荣耀的形象 荣耀的地位 荣耀的身份 然后家里就开了这个派对 跟人说 我的儿子死而复活 死而又得 耶稣用这一位 欢迎让子回家的父亲 在描述我们的神 就是这么一位 满有慈悲怜悯的神 现在听到什么 想象你我若是个让子 在父亲的那种爱的怀抱里面 得着多大的安慰 你想这个孩子回家以后 会不会隔没有几天 又开始重演 过去他离家的那一幕呢 应该不会 他深深的体会到 爸爸的爱 耶稣在这里说 我们的父就是这样 满有怜悯恩典 慈悲的父 他里面有一个怜悯的心 以至于让他有一个安慰的行动 究竟任何一个受伤 受苦的灵魂 使物保罗说 这位父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在一切欢愿中 祂就安慰我们 祂是赐各样安慰 是各种安慰 因为我们在各种的苦境当中 有人在孤单 有人受身体病痛的苦 有人受心灵创伤的苦 有人受沮丧的苦 有人有各样的苦 但是神是为我们预备 各样安慰的神 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蛮有神的同在 然而发生一件事情 他亲生哥哥跟姐姐 姐姐是米尼岸 是一个几乎成一个 女先知的一个米尼岸 还有亚伦是被设立为大祭司的 是她的姐姐 她的哥哥 但是却公然的来毁谤 毁谤她 然后嫉妒她 说是难道神只有向你说话吗 神难道不向我们说话吗 谦和的摩西 虽然哥哥姐姐这样讲 他难过 但是他没有跟他们任何的辩论 他只有默默的等候神 这些话语 神听见了 神出面了 神要这三个人 三个姐弟出到阴外 到神面前 到会幕面前 神就对米尼岸跟亚伦责备 我如果要向人启示 我可以透过异象异梦 向人说话 但是我的仆人 摩西 是忠心的仆人 我是跟他面对面说话的 你们凭什么论断 毁谤我的仆人 神大发念入 管教了这个米尼岸 让他长得大麻风 摩西 没有说话 但是神安慰了他 神替他说话 但是摩西也不忍 他的姐姐 被麻风病的这样子产生 所以摩西 为了他姐姐祷告 神也听了摩西的祷告 医治了米尼岸 有时候我们在委屈 在受伤的时候 神借着他的彰显 来安慰我们 耶稣亚 当摩西离世之后 他承担了一个重大的责任 要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 跨越耶旦河 进入到神所允许的迦南美地 对耶稣亚来讲 他是个勇将 他过去也打过好几场战争 但过去摩西都在身边 但如今摩西不在 现在他要单独的 面对这个带领会众 要面对许多的挑战 他心中充满了恐惧害怕 神向他说话 神说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与你同在 你脚踏之地 我要赐给你 这块地我已经给你们 你就带领百姓去 你不要害怕 你要刚强壮胆 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 我必与你同在 神一再的勉励 鼓励安慰耶稣亚 不要怕 我与你同在 你要刚强 你要壮胆 这样的安慰的话 鼓励了耶稣亚 承担这个重任 达卫 我们知道他的一生 征战无数 常常打胜仗 但是也面对许多的逼迫 特别扫罗王对他的逼迫 他受尽了许多的委屈 但是他一想到 神是他的牧者 他说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忧果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肝 都怎么样 安慰我 大卫描述自己 也不过像一只小羊一样 但是有这位全能上帝 成为他的好牧者 成为他的大牧者 带领他 供应他 保护他 虽然经过死因的忧果 也不怕 因为有这位 与他同在神 来安慰他 鼓励他 所以他能够靠着主 继续面对 大小的征战 诗人 曾经这样描述 说我虽然 在各样的忧苦当中 但是 主你安慰了我 什么是安慰呢 圣经里面原文的安慰 他有 在旁边帮助 鼓励 使 这个被安慰的人 能够振作起来的意思 这是从神来的安慰 有神在我们身边 要帮助我们 而且提升我们 鼓舞我们 让我们能够 重新的面对 诗篇九十四篇 十九节 诗人这样说 我心里多忧多疑 你安慰我 就使我欢乐 我虽然充满了许多忧虑 我虽然里面有许多疑惑 但是神啊 你安慰我 你安慰我 我心就欢喜快乐起来 神的安慰 能够让我们 转苦为乐 让我们 从软弱 到刚强 让我们能够被提升起来 这是神要安慰我们的 使徒保罗 他大有能力 他能够行神迹 其实 他讲道 蛮有口才 但是 他也面对很多的逼迫 当年 他把福音传到 各应多的时候 很多人信主 但是有很多人 要想办法 要来攻击他 甚至除灭他 神怎么样安慰他呢 使徒经常那里描述说 夜间 这个晚上 主在异象中 对保罗说 不要怕 只管讲 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下手害你 因为在这城里 我有许多的百姓 主在异象中 向保罗 说到不要怕 只管讲 不要闭口 主会对他讲 不要怕 表示保罗怕不怕 怕 而且 也知道说 有人要准备 要害他 但是呢 主说 我与你同在 不用怕 我在这儿 没有人 可以下手害你 有主的同在 让我们 不仅得到安慰 鼓励 而且我们能够继续的 往主所 偷我们的使命 往前 主 赐下各样的安慰 也透过 不同的方式 来安慰我们 有时候是亲自向我们说话 更多说是透过他的话语 来向我们说话 指引我们 安慰我们 鼓励我们 有时候透过别人 向我们说出安慰的话语 有时候不一定话语 有时候是神兴起了一个人 在你的旁边 就是听你 亲属你心中的苦闷 当有人听你 滔滔不绝 说出你心中的苦闷的时候 你也得着安慰 有时候神透过诗歌 也在安慰人的心 前不久 有一对从北美 回来的一对夫妇 在跟他们交通的时候 这位姊妹提到 他们虽然退休 但是财务上 最近面对一些问题 所以让他很愁烦 当他很愁烦的过程当中 他想说过去 我祷告 好像很快神就开路了 但这一次等候等候 好像都没有什么回应 所以他里面也开始上下不安 忐忑不安 他是教会的诗班班员 那时候教会诗班 刚好预备一首诗歌 准备主日要来献诗 当他在念这首诗歌的时候 这个歌词触动他的心 也安慰了他 在主里的时刻 神死万物都美好 求主每天提醒我 求主每天教导我 一切事物都有神的时刻 这歌词的内容 当他在唱的时候 一句一句的 仿佛神在对他说话 不用担心 都在我的手中 我有我的时间 所以这个姊妹 因着这首诗歌 她的心开始慢慢放下来 她相信 是的 神你有你的时刻 我为什么 在那边烦忧担心呢 因着神的安慰 她的心就放下来 她的心就放下来 亲爱弟兄姊妹 神可以透过各样的管道 来安慰我们 有神真好 如何得着神的安慰呢 第一个 你一定要相信 你一定要相信 神是安慰了我们的神 保罗说 他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是发慈悲的父 他是一位父神 如何与这位 创造天天万万的主宰 有这样的父子 父女的关系呢 约翰福音 一章十二节 很清楚地说 我们一起来读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全柄 做神的儿女 凡接待他 这个他就是耶稣 你接待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你相信耶稣基督 他就赐我们这些 信靠他的人 有全柄 做神的儿女 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就成为神的儿女 你就可以放胆地 跟其他基督徒一样说 阿爸父 我的父啊 我的爸爸 这位慈悲的父 满有怜悯恩领的父 要来安慰你 要来鼓励你 要来陪伴你 要来扶持你 昨天集会当中 也为弟兄在这边 分享见证 他过去 他的父亲因为有精神疾病 所以常常 就被叫去 坐救护车 为什么 因为父亲的病发作了 他常常的印象中 就是父亲被这样绑着 然后送到医院去 所以从小他就学习 我没办法靠老爸 我要靠我自己 连老爸都需要我的帮助 从小他学习靠自己 在市场上面摆地摊 更加厂地盘 他靠自己打拼 这是很苦 但是当他听见福音 信了主 他发现一个很大的祝福 我有一位爸爸 一个全能的爸爸 可以成为我的依靠 我不需要再像一个孤儿一样 来面对我生命中一切的挑战 我不需要再武装我自己 我有一个肩 比我更有能力的肩膀 可以让我可以靠 他是我的天父上帝 这位弟兄 因着有这一位天父上帝 成为他一生的依靠 他的生命改变 个性平易改变 亲子关系改变 在职场的带领 也因着有神在带领他 不断地更新突破 有天父爸爸真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 让我们与神恢复了父子 妇女的关系 而耶稣基督 自己来到世上 就在彰显 神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耶稣有个名字叫 以马内尼 什么意思 神与我们同在 借着耶稣带下神的同在 当年耶稣道成肉身 来到世上 这特别出来传道三年半的时间 多少人迎着救进耶稣 得到安慰 身体病重的 那个血肉妇人 羞于在别人面前 承认自己是一个血肉妇人 迎着耶稣的医治 耶稣让她不再走在黑暗里面 让她行在光中 她得着医治 那个家里十二岁的女儿 即将要病死 这个父亲来恳求耶稣 耶稣安慰了她 耶稣把她这一个死去的女儿 把她医好了 让这个父亲得着安慰 那个人人唾弃了长大麻风的 来寻求耶稣的医治 耶稣不是远远的说 好你赶快走 我医你了 耶稣用手触摸她 她没想到 耶稣要医治她 不仅是她外面的大麻风 也医治她里面 那个受创已久的心 她也得到医治 玛利亚 玛大的妹妹玛利亚 何等的渴慕 耶稣来到家里 她抓住机会 要好好听耶稣传讲神国的道 但是姐姐在那边责备 耶稣说 玛大你为许多事情烦恼 但是玛利亚却选择她上好的福分 玛利亚没有说什么话 耶稣说话 安慰她的心 不仅如此 当玛利亚有感动 知道耶稣在世上日子不久 她在一次聚会的时候 她就打破了 她所真爱的玛大香膏 膏膜在耶稣的身上 但这样一个举动 却被别人批评 不是外人 是耶稣的门徒 特别是卖耶稣的油大 好浪费 这样一瓶拿去卖掉 可以救济多少的贫穷人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耶稣说 不要责备她 玛利亚是为我的死去预先 做这件事情 她做了一件极美的事 玛利亚在对的时候 向对的人做一件对的事情 耶稣说 你们要救济贫穷的人 机会太多了 其实 犹大哪真正怜悯贫穷人 犹大下一刻就 用三十块钱把耶稣给卖掉 玛利亚从耶稣的口中得着安慰 包括他所爱的弟弟拉撒路 玛大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 死去了四天在父母里面 两个爱弟弟的姐姐忧伤难过 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安慰了玛大跟玛利亚的心 也安慰了另外一个在拿音城 一个寡妇的心 因为这寡妇只有一个独生儿子又死了 准备抬到外面去埋葬 耶稣看见 耶稣让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 让这个妈妈从绝望到充满了喜乐 耶稣来带给我们安慰 他的门徒一次在汪洋大海中 遇到大风浪 船要沉 耶稣平静风和海 他们看见了耶稣心里就有安慰 但是耶稣被定死之后 心中又充满了许多的恐惧害怕 但是复活的耶稣 向他们显现的时候 愿你们平安 他们里面大有平安 他们再次看见耶稣 而且耶稣照他所说的从死里复活 亲眼看见耶稣 心里得着何等的安慰 但有一天耶稣还是离开他们升天 不见耶稣了 安慰从哪里来呢 感谢主 耶稣亲口对他们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慧师 保慧师圣经有另外说 或作训慰师 他原来的意思就跟安慰原文意思一样 耶稣说 虽然我会离开你们 但是我求天父 天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慧师 另外一位就像我一样 在你们旁边 常常帮助你们 引导你们 鼓励你们 安慰你们的 是谁啊 圣灵 真理的圣灵 而且这位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哈利路亚 亲爱弟兄姊妹 耶稣没有离他的门徒而去 耶稣也没有离我们而去 耶稣借着圣灵 与你我同在 成为我们的安慰者 成为我们随时的鼓励 随时的帮助 前不久 有一次主日服事之后 我非常的懊恼 为什么 因为那一次的讲道 非常的不满意 我很生气 我自己怎么没有好好把这篇信息预备好 我很气自己预备的时间不够 也祷告的不够 觉得对神 对弟兄姊妹都是个亏欠 让不断的在神面前 也祷告 主啊 赦明我 祢好好把祢的道 传讲的 让弟兄姊妹有领受 心情很欲足 当外出去祷告 安静的时候 圣灵在我里面 开始跟我对话 你认罪了吗 我说我认了 而且认了好几次 你悔改了吗 是啊 我悔改 那神赦免你的吗 应该赦免 当我们诚心的认罪 祂是信神是公义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不义 这常常在宣告的 那你为什么不接受呢 你为什么不相信神已经赦免你呢 还有你不赦免自己 你为什么不原谅自己 不赦免自己 你还在控诉自己 甚至接受仇敌在里面的一些负面的控告 感谢圣灵的提醒 然后紧接着一句话就出来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 直跑 忘记背后 谁说的 保罗 保罗的背后有什么 他有很多荣耀的 服侍的果效 那更有许多不堪入目的一些记录 破坏基督徒 拷问基督徒 要这些跟随耶稣的人 说亵渎神的话 如果保罗 一直想自己过去 做了多少亏欠神 亏欠人的事情 他怎么往前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奔 圣灵要我忘记 你重新再来 珍惜下一次 可以讲到服事的机会 感谢主 一步一步地带领我 安慰我 鼓励我 让我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奔 在信仰的路途上面 我们都需要神来安慰我们 感谢主 他乐意赐下各样的安慰 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得着安慰之后 保罗说 我们可以成为安慰别人的人 我们回到第四节 保罗说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原来我们得安慰 不仅我们自己被安慰 被鼓励的 我们还能够进一步地去安慰 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这里说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这个多 原来意思 有增加 有丰盛 有满出来的意思 是的 许多时候 为了耶稣基督受苦 特别当时 这些使徒门徒 为了福音的缘故 受了许多苦 难而呢 也靠着基督多得安慰 从主来的安慰会多多的 丰盛的加给我们这些信靠祂的人 而且是满出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满意的器皿 我们里面满得从神来的安慰 满出来的可以去安慰别人 如何去安慰别人呢 保罗说 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的人 用神所赐的安慰 亲爱的弟兄姊妹跟我大声说一遍好吗 用神所赐的安慰 用神所赐的安慰 永远记得 不是人的安慰 是用神来的安慰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在安慰人 但是安慰的结果 对方恶度受伤 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 你自己有 我也是 永远记得安慰 安慰是帮助他 而且鼓励他 让他能够振作起来 不是让他反而因为你的安慰 而更沮丧 童工有时候来找我 我记得有一次童工找我 我正在忙起他的事情 他问了一些问题 我就跟他讲 这个就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 然后他又提出了一些困难 我里面就是有一种 感觉有一种不耐烦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子解决 你可以 但是当他离开了之后 圣灵就责备我 你只是想要赶快 把这问题解决掉 但是这个童工的心 没有被你安慰到 没有被你鼓励到 圣灵在我里面责备 我就赶快发个简讯跟他道歉 说很抱歉 我不能体会你的心 我没有体会到你的心 你有这样的困难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在安慰别人 但是别人却没有领受到 真正的安慰 这两天在会考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 是不是有孩子考试 甚至其他的考试 在校的学生 我们最怕考试 考完以后呢 几家欢乐 几家愁 当你看见你们家的大毛 或是小毛 看见他考完很沮丧 考不好 考太糟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不是早就跟你讲了吗 像你这样子的读书 怎么可能考出好神机 怎么办 如果没有上榜 你老爸以前也是落榜过的 没什么稀奇的 再去补一年吧 能够安慰到 这个考试受创的孩子吗 还是可以求神 给我们一个从神来的安慰 好辛苦 真的很不容易 面对这么大的考试 你已经尽力了 你要不要回家就好好休息 不要吵你 让你尽量睡 或是你想要大吃一顿 爸爸买单 或是我们一去看电影 去打球 什么 不错 你安慰了我 如果是夫妻之间 当你下班很疲惫 你其实在办公室 今天也莫名其妙 被你的主管 被老板 K了一顿 回来 发现你的妻子 两手插 然后坐在沙发 一脸 脸色难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 还什么事 你的儿子 今天说了那个什么样的话 对妈妈说这种话 做这个事情 我真是气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孩子都是这样子 我今天才生气的 你想说我在公司里面 老板怎么对我说话的 妻子当她有苦 要找你诉说的时候 在座的老公 包括我 到现在还在学习 用倾听的耳 好好听你的太太 向你诉说 心中有许多的苦 千万不要像我一样 常常说到一半就说 我知道一二三怎么解决 ABC就照这样 SOP下去就好了 有时候会很急着 要帮她解决问题 但是事实上她想要就是 说出来 有人在听 不一定即刻就要帮她解决什么 但是当我们听 或是把你的老婆 紧紧的抱着 她心里就得安慰了 这是我自己经验学来的 提供你们做参考 从许多错误的经验里面学来的 那当老公在跟你叙述 他在公司 被主管 被老板这样的对待 跟你讲 做妻子的 千万不要像这样说 你们男生不是当兵过吗 你不是曾经说 什么合理就是训练 不合理就是磨练吗 你老板在磨练你 你就忍受吧 老公的心有被安慰到 没有 或许你可以说 老公真的很辛苦 在公司你这样认真 还被老板这样说 我帮你放水 你不要先去洗个澡 菜帮你热一下 或帮他按摩 有时候我们在家庭 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 用神的安慰 来安慰我们周遭的人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 他们被安慰 接着保罗又提到 可不可以帮我按下一张 再按一下 我们受患难是 为叫你们得安慰 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 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 我们所受到的苦楚 包括在这里提出一个 受苦的 有他的积极面 没有人喜欢 故意去找苦受 但是当我们受苦 当我们被神安慰了 我们可以提升 这样的一个苦难 到一个地步 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 这是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 原来我的受苦 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虽然在苦中很不容易 但是我从神得来安慰 我可以体会到 那在苦难中的人 因此我能够安慰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祂受到许多的苦 所以祂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 下一张好吗 童工可不可以来帮我换一下 电词好吗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你们蒙遭原事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祂的角中行 这里说基督也为我们受苦 这位荣耀基督受许多的苦 被攻击的苦 逼迫的苦 出卖的苦 否认的苦 孤单的苦 耶稣受尽许多的苦 因此当我们仰望耶稣 我们就能够得着安慰 因为祂走过这条苦路 同样的 当我们倚靠主 我们走过辛苦的路之后 我们看那些辛苦的人 我们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安慰 前不久我看GoodTV的 《真情部落格》 有位姊妹 她在福音里面受家暴得很厉害 当她后来信主之后 神透过她也安慰了许多 受家暴的妇女 因为她能够体会到 那些妻子在婚姻的生活当中 如何的不容易 另外一个弟兄 也长期受忧郁症的 这样的一种压制的痛苦 当她靠了主走出来之后 她能够体会那些 有忧郁症的弟兄姊妹 他们所受的苦 我认识我们当中一位姊妹 她年轻的时候 孩子还五岁 丈夫就忽然间离世 对她来讲 她生命进入到一个很大的急难中 那时候主的安慰临到 她那时候向主敞开 得到从神来的安慰 神保守带领 这对孤儿寡妇 一路一步一步地走出来 现在她牧养了很多的 特别是单亲的家庭 她能够成为他们的安慰 因为她自己走过这段苦路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我都有经过许多的苦 也许是病痛的苦 在上个礼拜 我们有一位同工 他因为生病住院 我去看她 她从来没有住过院 这是她第一次 一住就一个多礼拜 对她来讲 她有许多 她有许多的体会 她原来是个性很急躁的人 在这段时间 因着受这样的苦 她学习了很多 学习怎么样 更少的靠自己 更多的倚靠神 而且更能够体会 那些生病 那些有病痛的人 他们软弱 他从来没有住过院 以前身体好得很 但现在更能够体会 也更知道有一天 当他身体恢复了 他还能够去安慰 那些在病痛中的弟兄姊妹 神可以使用你我所受的苦 成为别人的祝福 最后我们看保罗说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 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保罗说我们为你们 你们是我们神家里的 好弟兄好姊妹 我们存的盼望是确定 这确定是坚定的 是相信 你们跟我们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我们都在处理一家人 我们不会放任你们受苦 孤单 我们与你们同站一起 甚至我们逼你们 早先受的苦 现在可以成为你们的安慰 在第七章五到七节 保罗这样说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 马吉顿的时候 身体也不得安宁 周围遭患难 外有征战 内有惧怕 但那安慰上气之人的神 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保罗跟那同工 在苦难当中 在恐惧里面 但是神呢 神是那位安慰上气之人的神 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他们 而且不但借着他来 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安慰 安慰了我们 叫了我更加欢喜 保罗这位大使徒 也深深地感受到 从肢体来的安慰 神透过提多来安慰他们 弟兄姊妹 哥林多弟兄姊妹也透过提多 提多是他们代表 带来的安慰 所以对保罗 还有他的身边同工来讲 他们跟哥林多弟兄姊妹 他们彼此都得到安慰 亲爱弟兄姊妹 神就喜悦 看见他所爱的儿女 在神的家中 我们能够彼此互相地来安慰 特别是 你我的家人 就在我们身边 你的妻子需要你的安慰 你的丈夫需要你的安慰 你的儿子女儿需要你的安慰 即便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也需要你的安慰 让我们能够用神所吃的安慰 来安慰我们身边的亲人 前不久我跟我妻子 去度假旅行 在过程当中 搭上了一般的电车 但是因为人多所以我们站着 人比较多他站 他离我差不多有三五公尺远 那我自己把我背包 要放上那个架子上面 一不小心我那个保温瓶就掉下来 就掉在一个中年男性的 他的手上 那个保温瓶这样掉下来 我看他砸到他的手 他一直很难 我一直跟他抱歉 很对不起 心里很难过 因为砸到自己也就罢了 砸到别人 然后我继续站那里 我太太跟我死个眼神 要我就过去她那里 但是我觉得我要在这边 我带着一个赔罪的心 我继续沿途祷告 主啊 求祢让她的这个丧能够好起来 好起来 我的心中一直祷告 那也很懊恼 主啊 怎么要出去玩 却碰到这样的事情 整个玩的心情都打折了 那到了下一站要下车 下车之前我在跟他对不起 结果他那个对方就跟我说没事了 然后我就下车 然后太太就走近我了 然后对我说一句话 你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哇 这句我 这句话 真的是安慰了我的心 如果她说 你怎么不小心 你怎么不绑好 你看那一天啊 我的脸一定臭到底 但是太太的那一句话 没有其他的话 就这么一句话 我的心整个就得到很大的安慰 感谢主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 甚至不说话 但是带着神的安慰 来安慰我们周遭的人 今天我们透过史如保罗 写下这安慰的书信 给各人多弟兄姊妹 也让我们看见 感谢主 有一位爱我们的父神 是发慈悲的父 他是一切安慰的源头 他乐于赐下各人的安慰 给你给我这些信靠他的人 让我们领受主的安慰之后 不要忘记 神要透过你我 来安慰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 包括你最亲密的家人 让我们成为安慰别人的亲 与受苦的家人 或是属临的家人 甚至你的同事 你的亲朋好友 也许是你的邻舍 让他们透过你我 去经历到 去感受到 从神那里来的安慰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吗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 这位安慰我们的神面前来祷告 你心中有什么苦 你家里遇到什么难处 你在服事上遇到什么挫败 你有面对什么的忧愁 挂虑 重担 这位爱你爱我的阿爸父 愿意彻听你 向祂倾吐你满腹的苦楚 祂愿意来安慰你 就近你 让你得着鼓励 让你重新得力 好不好 我们就用一个孩子的心 来到父神面前 向祂诉说 你不用很大声的祷告 没关系 祂会听得到你心里的声音 有一段时间给我们自由的来到神面前祷告 祂会听得到你心里的声音 为我们带导守望的童工 在为弟兄姊妹守望祷告的时候 领受圣灵有一些的启示 仿佛看见某个弟兄姊妹 你盯着你的计时器 那种沙漏计时器 好像你一直在数算的时间 你所面对的苦难 但你巴不得时间赶快过去 好像时间过了就没事 但是神要对你说 把你的眼目单单的聚焦 在这位爱你的父神 爱你的主耶稣 爱你的圣灵 唯有神是你真正的安慰 时间过去不一定能够安慰到你 但是当你愿意来寻求主 等候主 主必然带下祂属天的安慰 让你的愁苦能够化为喜乐 让你的软弱成为刚强 神定义的要安慰你 因为你我是祂所爱的儿女 如果当中有人你觉得 我还没有像基督徒一样 成为天父的儿女 你渴望成为天父的儿女吗 你渴望像基督徒一样 有这位安慰我们的阿爸父吗 如果你愿意 我邀请你跟我诚心的 一句一句的邀请主 住在你的心中 一句一句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感谢祢 赐下耶稣基督 做我个人的救主 亲爱的耶稣 我邀请祢进入到我的心中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祢 因为祢 我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 祢允许我说当我接待祢 相信祢 祢必要赐我权柄 做神的儿女 我相信祢 我接受祢 我成为天父的儿女 我成为天父的儿女 谢谢主听我的祷告 谢谢祢 奉耶稣基督的名 耶稣基督的名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 我们感谢祢 主祢知道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不同的境遇 有的在人生的高山 但是有的人却在低谷里面 有的人还在整个过程当中 谢谢主祢认识我们 祢提名呼叫我们 让我们能够来到祢面前 祢爱得双手拥抱我们 就像母亲拥抱孩子一样 祢让我们在祢里面 得到最大的安慰 祢不仅安慰我们 祢要鼓励我们 要提升我们 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 继续的往前行 祢要透过我们去安慰一些 在苦难中的亲人 朋友 甚至我们的弟兄 姐妹 甚至我们的主管 我们的老板 他们不认识祢 因此他们得不着安慰 主啊 我们愿意 把自己交在祢手中 让我们成为祢安慰别人的亲密 主啊 愿祢来帮助 谢谢祢 我们深信祢的安慰 会继续的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 感谢祢 让我们可以领受祢的安慰 也成为别人的安慰 谢谢主 听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当我们最后在唱这首回音诗歌的时候 你如果有其他需要 希望神透过同工来为你祷告 你可以就走到前面来 带着你个人的随身东西就来前面 让神透过同工来安慰你 来为你祷告 当我聚首 心灵安若有窘 困难患疆 中担崖尖尖头 我安静 默默的祷告灯后 直到祢来 坐在我的身旁 祢提升我 超越艰难的山林 祢不是我 当我空空间 我刚强 当我跳在祢肩方 祢更新我 生命的脚力量 当我沮丧 心里宽容忧愁 困难缓绕 终感压见头 我安静 默默的祷告灯后 直到祢来 坐在我的身旁 祢提升我 超越艰难的山林 祢不是我 当我空空间 我刚强 当我躺在祢肩方 祢更新我 生命的脚力量 主 谢谢祢 祢提升我 你提升我 超越艰难的山林 你指示你 和我靠我 你不是我 踏过我空间 我刚强 当我靠在祢肩方 我刚强 让我靠在祢肩方 你更新我 生命的脚力量 你更新我 生命的脚力量 他越最难的身体 你付出 怕我控制了 我刚强 让我在你肩膀 你更是我生命的脚力量 是的 主 力量 安慰 都是从你而来 谢谢祢提升我们 扶持我们 让我们靠祢刚强 让我们靠祢重新得力 谢谢祢在我们当中 求祢特别安慰走到前面来 接受祷告的每位弟兄姊妹 还有每一位今天在你面前 被你安慰 还要继续被你安慰的每一位 我们要离去的时候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无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充满 参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小时至今时不公开 他不扑轰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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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 他不扑轰递 他不扑轰递 你肯扑 我刚才 你更新我 神明的脚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